好,我們來換碳纖維狀,究竟可以抵擋多少的傷害 哈囉 哦,沒事 哦,真的扣好多電哦,哇塞 但我今天沒抽T1的限制非常多 所以應該是要在地獄然後光線昏暗的地方做吧 好,soul cage 我們可以先試著在家附近蓋一個簡單的生怪磚 好,比如說在這個地方然後 在很昏暗的地方 應該夠暗了吧 塞入這個soul shot,然後你要給他一個紅石 這樣子 還有在運作 直接這樣給他 看不出來他有沒有在運作 有有有有 拿出來拿出來拿出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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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又沒有綁定,還說它是機率性打 或者是說生怪磚生出來它不算數 我發現低等級其實是不受紅石控制的影響的啦,所以沒有必要加紅石 好吧,沒辦法,那我就只能先自己手動慢慢刷刷看,看能不能刷到幾個頭啦 所以呢,我剛剛趕緊蓋了一個小小簡易的手動刷塊塔 那因為有Building Gattage的關係,所以蓋東西變得非常方便 我們只要設一個兩格高的孔,它們應該是沒辦法穿越的 呃,可能光線會不會影響呢? 有可能會,感覺有點亮 把這個火把拔掉看看 呃,這樣應該可以吧 所以現在就先手動刷,看看能不能刷到幾個雕零頭 噢,刷了大概十幾次才掉一顆頭 覺得它機率是不是有調低啊 我這把劍明明已經有略奪三了,但是它的掉落機率還是這麼低 有點...有點誇張 感覺它應該真的是要逼...喔,又掉一顆 它真的是要逼我們去養蜜蜂啊 因為如果...不搞這些麻煩的東西的話,真的要養蜂 只是養蜂的話,我們又要重新研究一個新模組了 好吧,不管怎麼樣,至少我們可以先刷一隻凋零怪BOSS 然後...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試試看 我來去抓... 給這動物來好了 來抓...抓一隻牛好了 還是雞啊,算了,牛 然後呢,我們一樣去地獄刷這凋零怪 那現在因為地獄它有那個... 岩床平整模組 所以呢,我們要刷凋零怪的理論上... 會變很簡單 對,但是前提是我要來... 挖一個通道到達岩床頂層 哦,到頂層了,這麼快 對,基本上就是一直往上挖,然後我想要檢查... 或者是距離上一個船點的距離 但看起來好像...一個就夠了 所以呢,我們這邊可以... 放下這個 可以當電梯耶 這個我忘記設置那個點了,就沒辦法... 會計 哎呀,這樣算老馬吧 趕緊抽花一次 THERWITHER BOSS 好,所以呢... 對,就可以當成電梯了 非常方便啊 來挖出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空間 故意營造一種不整齊的感覺 然後呢... 這邊就放下我們的 Nether Brick Fence 那理論上就可以了吧 因為它這個岩床如果是一層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召喚 那假設它有兩層的話 我們就GG了 來吧,試試看 不成功 變成人 伺服器在備份,我們趕緊... 先等伺服器備份一下 放下 頭 出來了 那我們可以... 去樓下等 讓它爆炸 再上去 來吧 好吧 它飛走了 所以... 呃... 這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因為上面沒有東西頂著它 所以它就飛走了 那... 我們要上去把它幹掉 開始 不行它不會消失 所以我們必須要上去把它幹掉 嘟 唷 嗚呼呼呼呼呼 我會一直往後退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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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看來我單P還是夠啦 那我不清楚凋零怪在這個高度有沒有辦法破壞掉這個 有可能會 但是他視線高度的應該會被吃掉 但是在他頭頂上的不曉得會不會被吃掉 要試試看才知道 好 然後插個火法避免生怪 好啦我們再試一次啦 好不好說回來我剛剛有抓一隻牛嘛 我在想說讓凋零怪殺死動物好像會掉那個凋零花 那沒關係我們再試試看能不能安全的刷 凋零怪 然後我帶個soul shot看看他會不會紀錄在soul shot上 感覺應該沒沒那麼好吧 好吧來試試看 希望不要飛走 會飛走嗎 不會 nice 但是我要讓他殺死牛 所以試試看 來 故意蓋個 迫害窗子 看看這樣凋零怪願不願意打他 欸 欸 掉了欸 讚喔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 來用凋零花 欸 既然這樣子的話 機會難得 趕緊來多抓幾隻動物 或者用雞蛋好了 就來召喚小雞看看 有嗎 嗯 沒有呢 他是要被凋零致死的還是說被凋零怪殺死都可以 好 現在是要凋零致死的 不然就是不同的頭打到 掉了掉了掉了 我被炸到了 好啦 看來 看來凋零怪殺夠了 我們也來去 把他解決掉 然後看看收下的有沒有辦法運作 看掉他了 然後收下沒反應 好吧 這個 這個 就不用吃心妄想啦 但至少我們有地獄之心了 可以來做什麽事情咧 來做烽火台的話 我們就可以跨世界船 就可以打開這個螢幕 好像蠻厲害的 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麽背包 哦 Antimatter也需要 感覺都很想要捏 然後他還有這種 攜帶式的烽火台 然後他攜帶式烽火台就是放在身上 他每一段時間會扣你經驗值 但是會獲得很棒的藥水效果 哇 我覺得還蠻滑得來的 再加上他的材料其實沒有說非常的昂貴 就是要一個烽火台 來 所以他會需要 先一階一階往上升 把它做成Iron 然後呢 有黃金 鑽石 綠寶石 跟 Netherite 我老師打錯 Netherite 還有青金石塊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先升級到黃金 再升級成 綠寶石 再升級成鑽石 然後他 對我們要先用 獄髓 升級成獄髓板 然後再用青金石 就會升級到二階段的 就是最最最最最高級的 好 好 那這樣還有辦法再往上升嗎 沒有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 右鍵就可以打開 然後 我獲得速度2 跳躍2 強力2 守護2 回血2 跟挖掘加速2 超無腦的BUFF裝置 然後他大概每10秒鐘 會扣一點點經驗值 我覺得還可以 畢竟我們現在有經驗塔 所以經驗值不成問題 做事情都會更方便 挖黑鑰匙 HES2也變快了 讚 再做一個烽火台好了 我覺得優先升級我們這個螢幕看看 先試試看看我們金屬最多的應該就是鐵 最好取得了啦 好 決定蓋在這個地方好了 我就往地底下挖吧 那邊的話剛好有一個螢幕 在我們的闊魔台旁邊 我們綁定那個螢幕 然後這邊差不多是第七個的地方 然後 沒有做鏟子 走走這個東西 先蓋一階的 測試看看 效果怎麼樣 然後要啟動它 測試看看 我們拿出我們的翹翅 然後飛遠一點 這邊 這邊應該超過64了 還開得起來 你不需要啟動蜂火台就可以有這個效果 哇 所以我們接著 繼續蓋到世界的話 我們就可以跨世界傳送了 好 好 那我開始往下挖 這邊應該是四階了吧 就是一二三四 看起來就是最大階的意思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用建築 輔助看看 這邊 這邊 這麼敏感 連下面都有 這邊 這麼敏感 好 可是我這樣沒辦法 放到最後 我 逃出生天 逃出生天 這樣幾階啦 唉唷 有四階了 所以理論上我們就可以跨世界 打開了它 現在來去 去終界好了 走這比較快 然後一樣先來測試一下 這邊也有訊號 然後我們去終界 也有訊號 好 nice 哇 非常強大的 模組啊 這個simple storage 一點都不simple 這比 比AE2還要好用太多 然後我們也可以打開這個東西 buff滿滿 還是要三刀才砍得死 兩刀 跳砍可以兩刀 因為都解出那個東西來了 啊 好吧 哇 樓上面 上面也剩太多了吧 我先把它關起來